這個PALABOKA PALABOKA的程式會逐字面喔 那要選擇 這個是從選項的設定 然後找那個引擎 要選這個最下面那一項 那個不是倒數的右項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把它空白把它點一下變成連線 然後那個如果要安裝其他的語音環體 語音套件的話還有其他 比如說中文、英文、簡體、環體 甚至廣東語化、日本化、英國化、越南化 現在顯示的是中文和台灣 按確定 然後這個 選項的 定時器 定時器這個60分鐘 一小時太短了 如果你要 錄那個很長的文章 錄好幾個小時 都要 時間要多一點 六百分之六百 十個小時 然後選退出程式 超過那個時間以後 它會退出程式 如果時間太短 它會跑出一個小時 穿問你要不要存檔 然後錄那個 讀字念就會中斷了 所以要時間長一點 按了 讓讀難度 它目前可以中 那簡體字 環體字後 自動 所以它有時候 簡體字也會密 那本來是給它簡體字 裡面 變成就不用 問號的地方 就是那個簡體字